7. 原始点 7. 原始点的一条脊椎与七处位于身体一系列固定部位,各涵盖特定范围共同作用于全身。在这些部位经按推找到较痛的点,此压痛点称为原始痛点。由于原始点大多紧邻其涵盖范围上方的骨旁,故有利于传导, 7. 且距离患处最近,故有利于解症。所以,原始点既是病症的起源处,也是解症的大开关。 8. 正因如此,按推原始痛点在其影响范围内,即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,快速解除它处体伤所致之病症,以达到医疗的目的。 8. 也可分辨病症之体伤位置,决定治疗原则,以达到诊断的目的。 8. 由此可见,原始点之实践,已具备诊断与医疗的医学条件。 9. 故就广义而言,原始点亦可顺理成章,称得上是一门医学。 好,这里第一段是把原始点讲清楚,有时候我们原始点指的是什么,按推位置跟按推技巧,那有时候我们三个字原始点在书上指的是什么,原始点医学,所以可以就广义跟虾义,那这个不解释也不行。 很多人都会问,你为什么叫起名这个书叫原始点,因为他们不了解。 那如果没有解释他们以为原始点,原始点一听什么点啊,是不是芝麻,芝麻点或是什么点,所以还是要把它说清楚。 那原始点,它既可称为位置,也可以称为,它在应用上,因为也可以解决病症,也可以做到诊断的地步,当然称为医学,绝对毫不违过,从致意上就可以有这样,那原始点当然还包括什么,热人,那后面会讲到,所以我们先从它原始点的位置,这样一路来叙述,我们再来看下一段。 身体是由热能及各种组织器官组合而成,且需圆如空气、食物、水等才能产生作用。 组织包括肌肉、肌腱、韧带、筋、血管、血液、神经、骨头等等。 器官包括心肌、肺、肺、肾、肾、小肠、胆、胃、大肠、膀、脂肪、乳房、眼耳、鼻脑等等。 所有这些组织与器官相辅相成,在热能的推动及重源的辅助下,共同维持着这个生命体。 当这种相互依存、协同运作的关系,受到伤身致病支援的破坏,就会造成体伤及热能不足而导致症状。 虽然症状的产生与单一组织或单一器官的运作有关,但任何的单一组织或单一器官,即使被检查出有异常或组织受损,也不一定是真正间接导致症状的原因。 举例来说,痛症与神经传导有关,而要维持神经的传导功能,不仅神经须有血液滋润、血管、肌肉等组织也要加入运作。 但即便如此,如果心脏不跳,神经仍不能传导。 以此类推,可知还要有各种器官的参与。 此外,组织器官的运作还要有热能去推动才行。 可见痛症的产生牵涉到整体的运作。 因此,要解决疾病症状,必须顾及全身的组织器官运作与热能作用, 不能只从单一组织或单一器官的异常或组织受损下手。 好,这里是把整个的理说通,就是组织跟器官, 他们彼此之间怎么样,互相依存, 然后也互相运作,协同运作。 但是如果受到,不管是心情啊, 或是外在环境的变化,压力啊, 甚至到车祸,会不会影响这些运作? 会不会,那就会产生症状,道理很简单。 那这些症状的产生, 是由哪一个器官组织单一的引起的吗? 当然跟组织器官绝对有关, 但你绝对不能说是单一的, 说单一的就已经有一点以偏盖前的味道。 比如,你当你去检查,你说, 哎呀,我现在眼睛视力很不好, 如果检查出来, 说你视神经有什么问题, 或是眼睛里面有什么病变, 单一组织或单一器官, 不管怎么说, 这些是不是真正的因, 不可能,你今天看不到, 当然可能视神经有压迫, 那视神经我问各位, 要不要有血液来吃的, 它才能传达,要不要? 要啊,你没有血液, 留不过,留不到那里, 你也看不到, 那血液要不要有血管肌肉这些? 要啊,要不要有骨头? 要啊,如果没有就一团肉球, 它怎么传达, 也不可能, 好,那有主持器官各种来运作, 如果心脏不掉, 那有没有办法继续运作? 没有啊,全部都停止了, 那你这样就知道, 五胀六五也会参与啊, 那主持器官好了, 就算都有啦, 然后运作, 还要靠一个什么, 来推动,热了, 所以我常常会问, 眼睛本身可以, 不可以看得见东西, 眼睛本身可不可以看得见东西, 认为眼睛本身可以看得见东西呢, 请举手, 认为看不见呢,请举手, 他不举手, 连眼睛看得见看不见, 你都不知道, 那你一路这样, 糊里糊涂托过来, 这个问题我问小学生, 他们都会回答, 只是推定对而已啦, 但你们不举手什么意思, 我再问一次啊, 眼睛本身可不可以看得见, 可以的举手我看一下, 眼睛本身可以看得见, 看不见的举手我看一下, 眼睛好,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, 死人有没有眼睛, 他看得见看不见, 对啊看不见嘛, 因为他为什么看不见, 他组织器官都有, 但问题少了一个怎么样, 热人啦, 没有那个热人去推动他, 什么都不能发挥作用的嘛, 这个不就是很清楚嘛, 所以你不能说眼睛看不见, 他是有某一个单一的组织, 或单一的器官引起, 他是甚至眼睛要发挥功能, 他是整体的合合作用, 中医常常讲他看的是整体, 西医看的是维系, 那维系的出在哪里, 就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, 他以为就是一点, 这个可能某个组织器官有异常, 他就断定, 他事实上这里, 还牵扯着后面很多问题, 譬如我们第一堂在讲疾病以衰老, 就很简单啦, 他检查出来明明作骨神经痛, 然后他也检查出脊椎, 譬如说第四第五压迫道, 但是他开刀就是不会好, 理由也很简单, 他看到的只是局部的异常, 但到了会产生症状, 也就信号出来, 他还要有很多的程序啊, 身体不是这样很单调的, 他还要有血液的循环啊, 了解吗, 还要有组织器官的运作, 最后还要关系到心脏有没有跳, 不跳明明也没有这些信号, 这些都要调整啦, 那你要最终要找出什么来啊, 这个都是一个问题, 所以说是单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, 了解我的意思吗, 所以这里最后的结论就是, 你所有的疾病, 你绝对不能去找单一的, 那原始点最后也做出来也确定, 我们说你这里痛, 我们说是原始痛点在这里, 那按推了为什么会有效, 因为我们找痛点, 那痛点一按为什么会改善, 这个就是在这一段也讲清楚, 因为当你按的时候他有痛点, 这个痛从哪里来, 我失利来的吗, 那我这里在大力按你们痛不痛, 不行啊, 那我按在你们身上, 为什么别的地方不痛, 而你这一点特别痛, 那代表什么, 他有问题, 那但是这一个痛, 按道痛点为什么效果会那么好, 很显然这个痛, 一定有神经传导对不对, 如果没有神经传导, 你怎么可能会有痛,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道理吗, 神经要不要血液传导, 要不要有肌肉组织血管, 要不要, 当然要, 要不要有骨头, 要啊, 没有骨头也不能传导, 要不要五脏六乳, 要不要有热人, 所以当我这个动作按下去, 你知道吗, 我前身的组织器官全部运作, 所以我为什么能够短短的时间一两分钟呢, 就改善你的症状病症了解吗, 所以他是有道理的, 那中医也是啊, 他扎针也是这个道理, 那但是西医就会去研究中医, 为什么会有效, 这里应该是, 他的穴位应该是很多神经虫的地方, 但是他那个在研究的思维上, 已经又换出了一个什么, 单一的方向去, 这样会不会找到答案, 找不到答案, 你放心的, 所以穴位经过, 经过那么久的研究, 最后还是怎么样, 没有答案, 各说各, 如果用原始点这一点去解释, 完全就通了, 这就是为什么按推原始点会有效, 那中医的阿四蟹为什么有效, 你们知道了吗, 因为阿四蟹就是找到最痛的点一压, 他换个阿一声有没有, 那已经到那一声后, 你们就会很兴奋啊, 因为怎么样, 他一碰他, 这个主持器官就运作, 他就自行修复了, 所以我们原始, 按原始, 学原始点的人, 只要找到痛点, 哇, 刚开始学都会很兴奋, 我终于找到了, 柔的你死性活来的, 那个是不对, 当然适当的刺激绝对有效, 你过分的还是会伤害人家, 但是中医阿四蟹, 其实原理一模一样, 当他找到最痛的点一案, 其实整个局部的循环就变好了, 血液也参与, 心脏也加速, 所以为什么还要温敷补充一下, 体力好没有问题, 但体力差就产生一个现象, 他受不了那种局部强烈的刺激之后, 为什么有人扎针之后就晕针, 有没有, 中医一时解释不出来,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, 他按绝对不是, 只有一个地方在动, 他按下去之后, 只要有那个痛点找到, 他是局部甚至五脏六五, 全部都参与了, 所以他热能如果不够, 他就晕给你看, 是这样啦, 那你休息一下, 他慢慢缓过来, 他又恢复, 好, 那这样再来解释中医, 阿斯泻之所以有效, 那为什么针刺穴位也有效, 他又不是找痛点, 就是因为针刺穴位不找痛点, 所以他只好什么, 拿针来刺你, 用刺的你总会碰嘛, 了解我的意思吗, 所以中医有一句话, 他说你扎针啊, 要有得针感才有效, 什么叫做得针感, 就是当你在提叉年转的过程中, 患者要有酸脏, 甚至麻痛的感觉, 有没有, 他们甚至你在转的时候, 感觉紧紧的, 如果转起来像豆腐松松的, 那就没有针感, 然后患者也没有感觉, 那个这是没效的, 那现在用原始点这一点来解释就很清楚了, 所谓的针感要有痛麻酸脏, 那就是刺激了之后, 有这种感觉就局部的组织器官怎么样, 全部都动起来, 然后进行修复, 所以才有效, 所以中医为什么要提叉免转, 了解我的意思了吗, 就是刺激来达到全身组织器官运作而进行修复, 所以同样有效, 但是原始点不要用针的道理也是, 因为我们直接就找出那个痛点, 不要靠针直接按患者就很痛, 所以更加安全更加方便, 实际上我当中医师的时候, 我也会推荡,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, 不用怀疑我啦, 我以前还学过整集, 脊椎矫正好, 说到这个我都满事好, 还教过人家, 现在都不用, 那我会按患, 然后我也会增, 你别以为我只会按患, 我也会增次穴位, 一增二就三用药我都会, 要不然你怎么当医师, 但是我问患者, 如果都有效, 你喜欢按患还是喜欢增次穴位, 你们也知道哦, 其实我发现, 如果两者给他们选, 大部分患者都选择按推, 很少愿意给人家拿针来吃皮肤的, 对不对, 所以原始点它是完全怎么样, 符合人性的,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, 它已经早就已经怎么样, 注定怎么样, 容易成功, 然后针很麻烦的, 我们早期那个针啊, 都要用免洗针, 用一次机丢啊, 那丢了你还是要给人家请啊, 叫人家来收废弃物啊, 还要有这些啊, 但是我用手推, 不会说推, 今天推了明天就不能用这一只手, 不会有废弃物, 废弃物这回收的问题啊, 没有这个问题, 又环保, 然后我发现更好的就是, 就像我早上说的, 这个工具永远不会忘记带, 这个太好了, 想要用就随时可以用, 你说哪有是比这个好, 所以虽然即便啊, 就是说三者的疗效都一样, 阿氏蟹, 按推原始, 真是蟹味, 还有按推原始痛点都一样, 但是以患者喜欢的, 会是喜欢哪一种, 按推, 绝对是, 又环保, 又没有废弃物, 患者又容易接受, 所以你们已经算是哦, 得天独厚了, 你知道, 学严实点已经让患者很容易接触, 好, 这一段哦, 下一这个也, 我已经把下一段也解释了, 我们来把下一段也解释了, 这就是为什么, 按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, 能够激发体内组织器官运作, 及热能作用, 使其所影响范围的自愈力, 修复力得以增强, 从而达到改善组织器官运作, 快速解除他处体伤, 所致病症的效果, 此与中医阿氏血疗效之所以显著的道理是相通的, 并与针刺穴位产生针感, 获得疗效, 亦相仿佛, 但因为刺激压痛点的解症效力, 会随距离压痛点越远而越减, 直至消失, 且压痛点也不一定只在一处或只有一点, 它有可能是在多处或有多点, 所以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, 不仅要按推压痛点, 还要按推距离患处最近的各个压痛点, 并且配合外热源温脂, 以加强其解症效力。 你觉得解症效力最好的是怎么样? 最好是距离病症, 越近的压痛点越好, 离得越远效果就越差, 我举例来讲, 我今天手腕痛, 我的阿视线在哪里? 手肘, 往上找, 我们说的原始点好处就是, 你只要往上找就可以找到原始点, 那从原始点的位置去找痛点就很快, 好,这里有一个, 这里按应该就可以解症, 但如果你按到肩负原始点, 就是这一个点上来, 也把痛点找出来, 他也有痛点, 有时候也有, 那这个按了会不会改善这里, 为什么, 因为这一个按了之后, 这里的手肘会不会松了, 会, 这里松了这里会不会改善, 就改善, 但这里的按虽然能够解决手腕, 但解决的程度, 不及手肘的原始痛点, 因为他近, 所以按对这里的效果, 比肩部原始点还要怎么样, 更好, 更快更好, 你们在临床, 这是临床上我已经做过了, 这个不用再解释了, 那这样对于如果有人要研究R4线, 只有从原始点下来, 因为连孙师秒都没有讲到我做那么好, 因为他只说R4线, 然后会变来变去, 他怎么变固定位置在哪里, 这些都是附属空白的啦, 都没有答案的, 那原始点已经很清楚, 原来一个痛的产生, 背后有很多的什么R4线, 也就是原始痛点, 但是我们原始点要找的是什么, 离病症最近效果最好, 这也是跟R4线应该完全不一样, 甚至他有固定位置, 然后你只要刺激了, 就可以解决, 那如果要让效果更好, 也不能只有按, 还要怎么样, 外热源来加强解身效率, 好, 这一段就是在谈生, 我们继续看, 简言之, 按推原始痛点在其影响范围内, 不仅可达到分辨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目的, 还可达到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病症的医疗目的, 从这个立场来看, 原始点已具备医学的条件, 但因按推原始痛点不能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, 所以若要达到延缓衰老增长寿命及自我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, 仍需重用外内热源, 配合按推患处及其他保健方法。 好,这里是介绍原始点。